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非常非常荣幸为您请到 资深的媒体人黄晶晶 他在日本为我们分析 即将来临的日本自民党总裁的选举 当然大家关系的还是 新的日本总裁 未来的首相 会怎么样在中美之间抉择 那他碰到的有哪些挑战 晶晶 是您好 川国很久不见 是这一次的总裁选举 以我来看 因为之前好几次的总裁选举 你在跑新闻的时候 一点热情都没有 永远就知道 就还没有开始 你就知道他的结尾了 而且安倍也是这样一直连任 那之前安倍在交棒给菅义 一点都没有出乎意料的地方 那这一次呢 是完全的不同 因为那个菅义伟临时 就是他临时说他不做了 然后就各个派法都有点忙乱 所以这一次的那个总裁选举 可看性真的比较高 那您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说这四个候选人 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 跟不同之处 是 我们刚 我们先来谈谈这两位 就是说可能目前民调比较高的 一个是河野太郎 他是以前曾经担任过防卫大臣 也担任过外务大臣 那现在是行政改革大臣 所以他在隔壁里面的经历 算是蛮齐全的 那他虽然是这四个当中 年龄最小的 可是他现在以民调来看 他的支持度是最高的 因为呢 河野他自己学历很高 然后他英文讲得很好 然后他又是那种 比较敢做敢当 他虽然是有时候很直率 就是很会把自己的主张讲出来 美国可能会很喜欢这种 就是说他愿意讲真话 不会像日本就是前面一套 后面一套 又很保守 不敢讲这样 那河野他是有他自己的 个人魅力 群众魅力在 不过呢 他在党内 以前呢 他是蛮获得安倍的支持 安倍前首相的支持 可是呢 现在因为河野 他有自己的主张 他希望能够推零和电 所以这一点就触犯了 触犯到那个安倍的大界 所以说现在河野呢 他现在虽然就是等于是说 现在目前的和安倍那一派 就没有就没有出来支持河野 那反而他们去支持高市早苗 那河野现在目前他 他有获得到那个 比较比较特殊的是 以前石破茂在一般党员选举中 他的票数都很高 那这一次他宣布不出来竞选 然后就支持了河野 那河野他虽然说他之前也是感觉很保守派 很偏用 可是呢他父亲很有名的就是河野 河野谈话的前首相 所以说他是在大陆 在中国的角度看来他就是一个鸽派 那这一次很特殊的是河野出来竞选 以前他感觉上他跟他父亲都是完全相反的 一个政治主张 可是这一次呢他父亲还亲自出来 好像到处去去帮他拜票 所以这一点可能会让河野的选情 就是比较有一点 可能可以吸收到一些比较意想不到的 一些选票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就是岸田 岸田文雄呢去年九月 就是在跟总裁选举的时候 他也有出马 那那时候呢大家还蛮看好他的 可是因为菅义伟就是更势力更大嘛 所以就他就没有就是说脱颖而出 那本来大家就觉得他的岸田文雄的那个 大概就就此就政治生命就差不多了 可是他今年出来好像是有点有备而来的感觉 那岸田他这一次他的政治主张呢 其实就是希望他就是 他有一点吃亏的地方是因为他有点在对抗安倍 因为岸田他自己 其实自民党内他对中政策 基本上是差不多 那不过在有一些就是什么 什么核电啊经济啊什么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在承袭安倍的主张嘛 那可是这个岸田就有一点跟人家相反这样子 唱反调 对唱反调 然后所以他有说哎那个安倍之前政治跟金钱丑闻的事情啊 必须要去深究啊 还有之前那个有一个前法务大臣夫妻不是买票去广岛在议会议员就是选举的时候去买票什么的 就这个这种丑闻的他觉得应该要再去就是就去挖就对了 就是有必要做一个改革 所以这一点就岸田可能是老一派势力或者是自民党的一些保守派势力就会觉得选他会有一点危险 那另外呢就是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是这一次安倍立推他公开就表示说我就是支持这个就是安倍的人 对对对因为每一年他都会参拜静国神社他一定参拜静国神社 所以我们记者朋友当中还开玩笑说安倍当选那就在静国神社办 就只是典礼好了 对那高市呢刚开始好像因为岸田派是最人数最多的派法嘛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安倍的支持对高市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可能民进党这边也蛮希望说跟安倍清安倍的跟高市就比较不会有变化 就承袭他等于是几乎是完全承袭到安倍的一个路线 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变化 所以安倍就很很积极的去支持他 可是呢那个高市早苗他就是让人家会觉得说你是要当傀儡吗 就是有一点没有他虽然是蛮那种学者风风风风度 然后讲话也是四平八文 可是人家会就觉得说背后有一个那个操控的 隐武者对对隐武者 所以说对他的话现在目前以民调看来 刚开始是雷声大现在有点雨点小 所以不知道说他们经过派法的整合 也有人讲说说不定安倍见风转舵 到时候就想说高市不行 转而去跟河野谈条件也有可能这样子 就是目前还没有那么的明朗 那接下来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女性的那个野田圣子 她是一直都想要当女首相 那她比较是诉求就是对弱者 就是女性啊或者说贫穷啊 弱势群体 她可是她的这个主张就是比较微弱 她讲她老是去诉求这种苦情苦情的那个群众的话 就比较对于那种政治政治很关心的人来讲 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然后那个野田呢 她有一点吃亏的是 她也没有就是说比较没有人愿意支持她 她自己是无党派 然后呢现在石破茂 她本来要寻求石破茂的支持 就石破茂拒绝她 石破茂去支持河野 然后她那个就是她自己过去的那个资历 好像也不是的那么不是那么的精彩 所以说目前来讲她在民调当中是敬陪莫作 是金金我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因为你刚刚一开头里面有讲到 就是菅义伟从安倍接棒是大家在预料之中 但她这次辞职是预料之外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背后的原因 因为到目前为止 好像日本的媒体并没有太多的琢磨在这一点 你觉得有哪些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两个比较可能的候选人 他们分别的对美跟对中政策是什么 金金 他们那个菅义伟呢 他本身就是是走那种比较稳步的路线 可是他这一次很吃亏的是 他接棒的这个时期非常不好 正好碰到东京奥运 然后他又要持续要推那个 就是奥运持续举办嘛 那本来他的想法 还有疫情 对 还有疫情的影响 那他本来是一直坚持说 他要继续这样子执政下去 就在前一天他还在讲说 我会再做下去 结果才隔一天 好像他跟什么小泉进次郎啊 什么见过面之后啊 怎么就突然间就整个方向都改变了 所以说好像党 自民党党内也是有点觉得 我们不知道摸不清楚头绪 可是呢 就是可能是记者群当中 自己在那边聊天的那种 就是有些透露出来的消息是 他们自民党内的派法 也有私底下在讲 就觉得说明年夏天要参议院选举了 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能够赢得选举的招牌啊 不然我们怎么样打赢选战 因为最近的一些地方选举 自民党都很吃别 就是因为疫情处理 疫情措施处理的 大家非常不满嘛 然后所以说大家好像有一点在逼宫 他有一点像是在被逼下台那种感觉啦 不过他自己讲说啊 他要退下来去好好做他的那个 就是疫情的控制啊什么 就专心于去做疫情措施这些 可是大家都觉得 现在那种乱七八糟的 你退下来就会有帮助吗 这样子 所以说那个菅义伟下台虽然是意料之外 可是对自民党来讲 可能不见得不是好事这样子 那他们自民党里面 现在对美政策呢 其实大同小异 就是反正都是美日同盟 然后也都支持说 自卫队就是说做那个后方资源什么 就是他们有一些以前安倍推的那些措施 都已经定掉了 所以基本上他们现在还是追随美国 那他们之前美国在跟中国对抗的时候 有在有在要求说 什么就是企业啊 要制裁啊什么的 可是日本虽然是追随美国 在有些方面他不见得就是百分之百追随 因为他们也要考虑到他们的立场 所以有些分析家有在讲说 虽然说大家好像支持美日同盟 应该要跟美国占同一阵线 在台湾问题上可能 他们要有自己的自卫能力 然后要能够 就是说如果台海有发生问题 他们基本上在表面上都是一致的 就是表示说我们会 就是说会支持台海和平这样子 那这位对他们现在 就是我要讲什么 我说在那个对美政策是这样子 那对中政策方面呢 虽然说他们现在就是这四个候选人 也大部分都是觉得 好像是跟美国讲的说 中国不应该什么霸权啊 霸权主义啊这些 可是呢私底下他们还是很担心 说跟中国交了 所以说就有 像他们在上次有一次的那个 公开讨论会上 被问到对中国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表示说 应该要跟他们维持交流 然后应该要 就是政治要 就要人要互访 所以说对于就是习近平防日的一个 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说 应该要让习近平 那个国民身份防日 可是呢 基本上对还是 就是不排斥这个方向就对了 所以他们还是选择说 希望能够跟那个中国维持一个 比较良性友好的关系 不要绝脸 那而且那个河野太郎之前 他在当防卫相的时候 就说中国是个威胁 就是他一天那晚强调中国是个威胁 就是很强硬 可是当他当外相的时候 他这个态度就软化 那现在他要选首相 好像又在软化 就是没有 软化还是强硬 软化 就是他没有再那么的坚持 然后人家就讲说 那说不定他 也填上台之后 在中国说不定也会有一点 对他有一点 就是示好这样子 是 那展望未来 金金可不可以预测 因为以前在前安倍的时代 日本曾经几年就换好多个首相 你觉得这样的情况 可不可能发生 以前是就是那时候 自民党辈就是被民众嫌到 已经就是排 等于是说 百年那种老党了 已经真的是不可期待 那时候在野党的势力非常强大 所以在野党他们就是 真的是利用什么社会 就是贫穷问题什么的 就一口气就把自民党拉下来 然后安倍在出现的时候 是自民党好像感 给人家感觉是一种 已经脱胎换骨的 有一种 我们真的是重生的那种感觉 所以民众又给 就是又给自民党很大的希望 在安倍执政期间 很多次选举 他们都已经 他们现在就是完全都无敌了 就是不管众议院 参议院都是以他们为主 都是他们是最大的一个政党 所以那再加上在野党 目前势力非常的薄弱 那他们又经过几次的 就是他们自己也不好好整合 就是什么党 就是社会党什么党 他们就没有办法 就是还是统一阵线 还是各自为政嘛 那所以说自民党的势力 目前是不太可能翻盘了 那只是说自民党内部 能不能整合 这个就很难说 那也有人讲说 野田如果万一他上台之后 那很多派法可能瞧不定 瞧不定的 还有一些官僚 或者是说一些保守的 保守派的一些老党员 可能会反他还是怎么样 那会不会造成说 突然间就把他拉下台 也有这种可能 也有人担心这种可能 不过我是觉得说 因为他们总裁的 自民党总裁 就是他们 因为他们在众议院 参议院都是过伴 所以他们总裁 就可以指名成首相嘛 所以这个首相 总裁的任期是三年 那当首相之后呢 如果说你不要出太大状况 应该这三年还可以守得住了 我是这么认为 今天真的太感谢了 金金 这么短的时间内深入浅出 帮我们介绍了 这个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跟他的意涵 非常感谢 我们也很期待 下次金金常常出现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黄金金资深的媒体人 也是原来忠实的东京特派员 那非常感谢金金 下次再见 谢谢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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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